3月17日 星期二得到 早晨 我是新聞報道員 小碧 亞洲博覽館載老婦人運到不知 在10小時內三個長者離世 在疫情第五波之下 亞洲國際博覽社區治療措施 由原本收輕症的病人入住 而改為接收好的長者 長期病患及需要臥床及重症的病人 醫管局承認由於人手緊張 未能安排為臥床的病人洗澡 而亞博在昨天除了有3個長者死亡 1個隱氛圍外 亦有確診長者的家屬向傳媒投訴 在入院整個月都沒有人幫他們洗澡 加上長時間臥床及沒有人幫助翻身 導致背部及屁股出血流動 所以說長者沒有糧衝 沒有慘的說法一點也不是假的 有在亞博做事的護理員向記者爆料說 由於亞博原本想給後沙 有治理能力及輕症的患者入住 所以用的病床沒有調整上下的功能 只能調整床頭的高低 所以大約有20張電動病床 給重症的患者使用 許多長者用的都是要人手調教的病床 由於長者的治理能力不足 即使是抹身及換尿片等工作 亦要由護理員蹲下用手搖床頭的高低 所以用很多時間 這個護理員又說 差不多每天要為230多張病床的長者服務 所以實在很難照顧到每一個長者的需要 由於人手緊張 未能安排為臥床的病人洗澡 只是說醫護人員會適時為病人評估 定期提供護理的說 例如每隔4至6小時 幫病人轉換臥色 更換尿片和清潔皮膚 另外亦定時幫病人檢視皮膚狀況 引用病人需要 會幫病人作床上抹身 保持病人身體清潔 但我不太相信官方這些籠統的說話 因為實際上真的有病人家屬投訴 就說長者的背部和屁股都出血流動 即代表他們長時間沒有洗澡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 在昨天下午疫情記者會上指出 昨天早上有兩個病人 送到北大嶼山醫院急救後死亡 兩個人分別是90歲和92歲的女患者 在昨天早上8時多 由阿博7號館送到醫院 有關措施是由社會福利署管理的隔離中心 兩個人送院情況嚴重 分別在9時09分和9時16分離世 兩個人武漢肺炎呈陽性即中招 以及都是長期病患離家 他們沒有打針資料 另外一個72歲的男病人 由社處管轄的2號館送到北大嶼山醫院 病毒檢測呈陽性 現時情況穩定 社處表示他們目前在亞洲國際博覽館的其中5個展館設置社區隔離設施 總共設有1018個床位 為來自院社確診或檢測呈陽性的長者和殘疾人士提供照顧服務 至此昨天3月16日上午9時中 總共有646個長者和殘疾人士在上述設施接受隔離 來自安老院的長者大部分沒有接種新冠疫苗 亦普遍有長期病患 需要中度或以上的程度照顧 社處聘用了照顧團隊 除提供日常的照顧及護理外 亦會每4小時檢查長者和殘疾人士的衛生指數 包括量體溫、脈搏及血含氧量 醫管轎也派出醫生及護士提供醫療支援 他繼續說事件中3個死亡的女長者都有長期疾病和沒有打針 其中早上的92歲女病人出現血壓和血含氧量過低的情況 另一個人更加心臟躁停 至於下午的98歲女病人亦出現血壓和血含氧量過低的情況 三人送院後同樣不治 阿波館在2020年底被徵用來做抗疫的用途 直至上年3月疫情緩和下轉為備用狀態 但到了第五波疫情爆發後 醫管局宣布重啟阿波臨時社區治療措施 並增設社區治療措施 以及私營醫療體制工作及非全職醫護 加入醫管局自選兼職計劃 同一時間其實尊貴的大陸醫護在兩天前也進入阿波館 不過當然也有可能這些長者因為年紀太大 加上中了武漢肺炎 所以他們的死亡率實在會較高 希望真多了人員照顧這些老弱的病人 令他們不需要背部長生農瘡 下一單新聞 建制派剩下了一陣子又來了 他派出周浩鼎 他批評BNO計劃踐踏國際法和 是欺騙香港人資金的陷阱 我真想問你 周浩鼎我覺得 NPF 才是欺騙港人資金的陷阱 為何我們移居了英國的香港人 拿不回我們的NPF?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9次會議 在昨天下週以線上的形式舉行 議員周浩鼎發言時 狠批外國勢力干預香港 打擊中國的心不死 他直斥英國因應黑暴推出的BNO計劃 更加可恥 最近更加將計劃延伸到97年後 出生的香港人更加進一步踐踏國際法和 他就說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他更加批評這個計劃切頭切尾 借一個欺騙香港人資金 去救這個國家經濟陷阱 大家又怎看呢? 喂!你們這些建制派 由2019年不斷中傷走出來走的年輕人 走出來抗爭的市民 就說他們是黑暴 現在所有黑暴都走了 你不應該開心嗎? 周浩鼎指出,港區國安法實施後 社會全面恢復穩定和安全 我真忍不住笑看到這裡 如何恢復穩定和安全呢? 新選舉制度下 過去反中亂港議員勾結外國勢力 不斷跳動香港和大陸之間矛盾 和煽動對大陸的仇恨 企圖將香港從中國分裂等等的惡行 終於可以徹底倒絕了 社會看似好像很穩定 就是因為你不讓別人出街 不讓別人吃飯 不讓別人正常娛樂 只准人們上班 這全都是假象 大家看到股市不斷卸 和香港人已經失去了買樓的慾望 這個真是無堅不催的一個香港神話 現在已經被人打破了 正正是港共政府在2019年到現在 做了這麼多惡行 令香港人對香港已經沒有信心了 連買樓的慾望也沒有 迅速將香港由一個國際化的城市 變為中國的其中一個小鎮 下一則新聞 現在要讚讚我們的特首臨電月娥 反應真的非常快 昨天有大陸的網民群裡說香港 為何香港人特意來大陸播疫 本身大陸沒有武漢肺炎 為何你們過來播毒 然後你們的香港海灘 聚集了這麼多人在 還不在播毒 即是類人類物 收到這些大陸網民的投訴 想點月娥隔天馬上工作 他叫看民署明天開始關閉所有的泳灘 真是好一個奴才 動作這麼快 看民署宣布 今天開始起關閉客客的所有泳灘 直至零行通告 他就說 由第五波疫情開始 已暫停客客的所有泳灘的救生服務 而現時的疫情嚴峻 為了減少人群聚集 他們將會加強圍風各個泳灘 避免市民進入 臨電月娥昨天在記者會上有表示 近日的八達通數據 反映市民出去的次數回升了 呼籲市民減少外出禍 他又說近日天氣回暖 留意很多市民去了沙灘 出現聚集的情況發生 沙灘上亦有人不戴口罩 看民署將會加強管理 而減少人流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預計 雖然不想說這件事 但真的可以預計到 臨電月娥打算把疫情萬能key 玩到無限 我真不知道下年是否還是這樣的情況 下單新聞 日本發生7.3級地震 最少一死69箱 福島核電站一度響起火災警暴 日本東北地區對出海域 在3月16日昨天 耶馬克發生黎克特製7.3級地震 工程福島遠發出海嘯警暴 這次的強震 令當地出現停電 列車停滯的情況 東北新幹線一兩列車脫軌 福島第一核電站一度響起火災警暴 當地部門檢視後 說未有火警發生 日本傳媒說 截截當地時間3月17日凌晨3時 最少已有1人死亡 69人受傷 朝日新聞報道3月17日凌晨1時 共成員律員市有4個男女受傷緊急送院 年齡介乎10多歲至90多歲 其中有10多歲的男子 因為遭代落物件打中頭部而受傷 也有70多歲的老翁 和80多歲的婦人腿捕受傷 還有1個傷者是90多歲的婦人 情況不明 報導指出福島縣 南商馬市等地的消防部門 自至3月17日凌晨0時30分左右 接到多宗受傷報告 據報其中1人重傷 報導指出由於報告非常多 許多傷者自己去醫院那裡 由於這次地震震央在福島縣近海 所以許多市民關注福島核電站情況 福島第一核電站5號機組的 渦輪機房中的火災警報響起 已向消防部門通報 但未有實際的火警發生 共同網更指出 目前福島第一核電站的輻射數值 未發現異常情況 日本原子能規劃委員會指 福島第二核電站1號機已用的核燃料池停止冷革 3號機也曾一度停止運行 但現在已恢復正常 JR東日本指 東北新港線的下行列車散延223號 在福島站和白石壯王站之間出軌 目前沒有收到乘客受傷的消息 車內有接近100人 公司有說部分列車處於傾斜狀態停止運行 這次地震發生於3月16日晚上11時36分左右 這地震皆定為7.3級 震源深度60公里 工程縣、福島縣、觀測島最大震度6強 氣象廳去工程縣和福島縣發布海嘯預警 估計會發生1米高的海嘯 呼籲民眾不要靠近岸邊 而在日本 全國有大批民眾受停電影響 東徑也有約70萬戶停電 神內村縣有30萬戶 其浴縣有29萬戶 日本大批網民在Twitter發布停電地區的照片和影片 可見到包括東京和環濱市在內 原本熱鬧的地區便得出他一片 天佑日本 有一宗新聞 香港人的怨氣非常濃 感怒不感言 於是見到覺得只有什麼不順眼的東西即是在投訴 投訴L變成 一個男子不滿順風的速遞員 隨便吃Lunch拍照公審他 多個行業受武漢肺炎牽連倒閉潮一浪接一浪 其中物流業亦因防疫政策和人手短缺下大受打擊 而順風速大亦在上週五公佈 因應最新的大陸疫情防控措施 香港地區停止收記到大陸所有快件直至另行通知 香港地區停收記到大陸所有快件直至另行通知 有網民在前天3月15日社交網站發帖 他就說在小西灣一個屋苑目睹一個順風速遞員 在行人道吃飯 並且就說已經就事件作出投訴 但這個舉動立即引起大批網民熱議和遺小 但他這個舉動立即引起大批網民熱議和遺小 他認為這個網民非常不近人情 反而就說他應該有同理心、體量速遞員在疫情下 仍然緊守崗位 更應該看出他們的辛酸 這個網民昨天在小西灣附近花園居民聯絡組的Facebook專頁發帖 他就說在附近花園第九座地下行人道那裡 目睹一個順風速遞員坐在通道旁邊長凳那裡 用手推車充當飯桌,脫下口罩吃飯 他認為這個速遞員影響衛生 並且就說已經向物業管理公司和保安公司投訴 那我就給大家看一幅相片 其實這個速遞員一點也不影響到人 他還要很為人設想,避開一二角 還要在垃圾桶附近吃飯 有關鐵文立即引來大批網民狂插 他們就說蹲在樓下手推車吃合飯也要投訴 有沒有想過人感受 也有網友就說,有頭髮誰想做辣躲 速遞員在疫情之下工作量大增 大家應該有同理心體諒別人的辛苦 認為應該建議他們安排一個比較私人和舒適的地方吃飯 而不動一點就投訴別人 也有網民擔心視著這個舉動會令速遞員 可能面對救生等懲罰 而去到昨天大約十二點鐘 順風速遞在社交平台上回應網民對事件的關注 他就說應慰問相關的同事 強調一定不會對他作出任何處分 賦予社會上有更多體量和包容 這舉動做得好,一來幫他的公司省靚色的招牌 覺得他這間公司體量員工 另一方面,這個人真的很無理取鬧 人家Bama一葉便吃飯又關他事 在現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我真的覺得香港人應該多點同理心 不要對自己人那麼苛刻 香港人經常說那句 大家都是賺錢而已 想不想那麼明明 今天的新聞報導完畢 小碧非常興奮 因為蘇格蘭將會舉辦首映會 什麼首映會呢? 就是我期待已久的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時代革命 由周冠威導演 香港人的電影Documentary 關於我們的時代革命 將會在蘇格蘭上映 希望我到時候抽到時間去看到 另外小碧心情好轉了一點 就是因為蘇格蘭的日照時間又長了 因為蘇格蘭將會在3月月底 就會有夏令的時間 到時日照可以很長 長到8點至9點才日落 到時就覺得時間好用了很多 到時日照就長了 變成8點至9點夜晚才日落 這樣看時間好用很多 以及見到陽光多一點 心情都舒服很多 今天已經是日照開始長了 太陽大約7點才日落 以前熬了這麼厉害的冬天 大概下午3至4點天已經會黑曬了 今天的新聞就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有個愉快的星期四 拜拜 拜拜 拜拜